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奥运会的男单和女单很有可能诞生新的奥运冠军 甚至可能有新王横空出世 亚锦赛的男单赛场上没有中国选手的身影 最终马来西亚选手李子佳夺得男单冠军 事实上李子佳已经被许多球迷看作当下羽毛球男单实力第一人 而这也足以可见当下男单项目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已经大不如前 但不管怎么说 这并不能改变男单项目本身在羽谈的分量 安赛龙本是林里之后最被广大球迷认可堪当一哥的人选 但如今他并不被看好实现奥运男单未免 一方面男单这个项目竞争太强 除了林单迄今没有人能实现奥运未免 更重要的是 2024年安赛龙也将年满30周岁 缺乏系统后勤保障 单就自己的力量组建训练团队的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很难讲 东京奥运会原本的夺冠头号热门桃天咸斗 可谓一蹶不振 这次亚境赛他再度遭遇暴冷 首轮就被印尼无名小将淘汰 新晋亚洲冠军李子佳已经被称作李宗伟接班人 但有球迷认为能否克服心魔 是这位天才能否真正称霸南丹的关键因素 和李宗伟一样 作为全队希望的李子佳 将背负巨大的压力 和马来西亚与球多年来的大赛魔咒 是不是有颗大心脏 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当然 中国的南丹选手也并非毫无希望 国语的温洪阳这次亚境赛打进四强 势头不错 从温洪阳和李子佳在马尼拉的对战来看 他仍在通过大赛不断学习 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有球迷建议 既然南丹没有绝对的顶尖球员 国语不妨大胆地提拔更年轻的新秀 看看能不能有新奇迹出现 女单方面 中国羽毛球队则迎来利好 亚境赛女单决赛 中国队00后小将王芷一迎战头号种子 日本名将山口茜 比赛中 二人争夺激烈 王芷一以15比21丢掉第一局 但随后两局 王芷一迅速调整了状态和打法 以21比13 21比19连下两成 最终以2比1逆转战胜对手 时隔六年为中国队拼下该项赛事女单冠军 也获得个人第一个亚洲冠军头衔 第一个世界雨连超级系列赛1000级别赛事冠军 上一个东京奥运周期 国瑜女单一度跌入历史低谷 世界女单一度连续好几年呈现群雄争霸的混乱局面 但如今国瑜有奥运冠军陈宇飞压阵 中生代和冰交势头正猛 如今后起之秀王芷一在亚锦赛崛起 国瑜女单已经形成内部竞争态势 争夺两个奥运参赛席位 而这也必然会转化为较强的集团优势 戴滋颖在这次亚锦赛后 女单世界第一的排名将让位给山口欠 戴滋颖即将28岁 到巴黎奥运会将年满30周岁 这几年多次的大赛表现 表明他不是一位大赛型球员 日本的两名当家球星奥运希望山口欠 和西班牙强势付出的奥运冠军马林 以及国瑜女单争相开放的三朵金花 谁会在巴黎奥运会上笑到最后 具体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